大家好,我是小斗 蜈蚣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山里面有山里的那种蜈蚣 在海里同样有海蜈蚣 今天我们就到海边去看看 海蜈蚣是什么样子的 走 海蜈蚣它的学名叫沙坛 我们这方言都管它叫海蜈蚣 它一般都是当作鱼耳用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挖这个海蜈蚣 挖海蜈蚣一般都是用一把这样的铁鞘 这把铁鞘跟平时家里用的不太一样 它是比较长的,比较窄的 看一下这样的上面粘着很多贝壳的这种东西 就是海蜈蚣的洞穴 在前面有一个我们慢捡过去 因为声音太大的话它就会跑叫 我们慢捡 来 挖到了 它咬人 看 捏一下它就出来 咬人 这个东西有人很疼 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咬到 看 海蜈蚣就是这样的 这个还被铲断了 速度这么快都被铲断了 它的反应速度太快了 看看它的庐山针灭目 这个东西当鱼饵用特别好使 叫鱼专用的 又挖到一只 这一个跑掉了 可能是刚才的声音太大了 又挖到一桥 又挖到一桥 挖断了 还有一段在里面 我们它的这个洞 一块放进去 今天挖的不算是很多 看我们这一小会儿挖的 挖的不算是很多 这桥爬出来了 这些都藏在它的这个洞穴里面 我们连它的这个洞穴一块烧着 鱼烟就有好用 要不然放在外面很快就死 希望我还能活着时间长一点 千万下雨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 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海边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